如果要问谁是最能打的华人功夫演员 拳王周比利绝对无可争议 1994年 在电影《金武英雄》的决战前夕 周比利手拍钉子 脑袋撞石板 功夫之狠叫人不寒而栗 而他参演的电影中 角色都是盛气凌人的大反派 只要他一出场 电影就会迅速被推向高潮 观众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揪着一颗心 担心主角被他打死 就连红金宝都承认 他是和李小龙并肩的武打明星 可没人知道 如此能打的周比利 小时候却被医生断言活不久 1958年 周比利出生在加拿大 小时候的周比利不像长大后那么猛撞 相反 他格外的孱弱 总是走三步 咳两步 仿佛被风一吹就会摔倒 11岁那年 父母在朋友的建议下 将他送去学习自由拳击 虽然底子差 但是他比所有人都勤奋 在一次次的训练中 教练发现了周比利与生俱来的天赋 渐渐的 他从一个蒙头瞎打 毫无章法的学生 变成了一个有条不紊 无懈可击的职业拳击手 1981年到1985年 周比利从香港打到加拿大 又从加拿大打到世界擂台 一路高歌猛进 每一场 他都是当之无愧的金腰带霸主 在他职业生涯中 51场比赛只输了8场 其中的31场 更是直接KO对手 彼时的周比利 已经站在了世界之巅 可在娱乐盛行的当下 靠拳击维持生计 变得十分困难 周比利不得不往自己 从未接触过的演艺圈方向发展 1985年 惊人推荐 红金宝找到周比利 见周比利身高腿长 功夫够硬 于是便试着邀请周比利参演电影 没想到这一世 却发现了一个武打演员的好苗子 当时周比利在过步新娘中客串出演 可谁都没想到 他与红金宝在擂台拳拳到肉的对打 成为了片中的一大亮点 那时的周比利看起来凶神恶煞 眼神一瞪 额头的青筋随着粗气一鼓一张 仿佛积攒了一夜的怒气 随时准备喷发 适合演武打反派的人很多 却很少有周比利这样持力 在红金宝的引导下 周比利的演技越来越娴熟 陆续出演了《飞龙猛将》 《烈火街头》等电影 自带杀气的他 功夫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尤其是和成龙的动作器 一个动作花哨 一个讲究拳拳到肉 功夫的魅力 在周比利身上体现得淋淋尽致 但拍戏都是点到为止 作为演员 拍摄电影需要竭尽全力 但周比利不同 他需要克制自己的力气 他不怕挨打 他怕打伤别人 所以他常常会思考一个难题 如何在展示自己实力的同时 还要避免伤到他人 因此他给自己设计了许多 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动作 于是就有了周比利 脚踢护栏 拳打门窗 头撞玻璃等精彩画面 总之就是一顿拆夹 就是不往人身上招呼 这样既能保证动作真实连贯 又体现反派实力 保证演员安全 可尽管如此 起舞之人依旧会有失手的时候 1994年 周比利迎来了他的代表电影 《精武英雄》 作为片中最大的反派 他饰演的腾田刚 把杀人机器的癫狂无情 与爵士杀气释放殆尽 而他与李连杰将近20分钟的 武打场面 更是让人热血喷张 在这之前 李连杰已经凭借少林寺 黄飞红等多部影片 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武打明星 所以在拍摄时 李连杰为了武打效果逼真 要求双方真打 导演也让两人各自随意发挥 以确保电影的真实感 虽说如此 但作为世界搏击冠军 周比利全程都要将自己的力量收敛 以免伤到李连杰 可长期的精神集中 让他不免有些分神 在一次挥拳时 周比利没有把控好力度 失手将李连杰胳膊打骨折 当场送进了医院 最后 这场戏在周比利刻意控制武力的情况下 周比利的凶名一下传了出去 这一片段 也被称为电影武打史上的教科书 后来 在一次采访中李连杰调侃说道 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和周比利拍戏了 为了这件事 周比利一直耿耿于怀 多次跟李连杰道歉 表达自己的愧疚之意 在这之后 他拍摄打戏时 非常谨慎小心 避免再次出事故 但几乎跟周比利对打过的都清楚 他不是狠人 而是个狼人 在拍摄《功夫小子》闯清关时 周比利和吴京两人有对手戏 当时周比利90公斤 而吴京只有60公斤 无论从武术造异 还是从体型 两人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周比利有一次就没把握好力道 直接将吴京踹飞几米远 吴京坦言 周比利的腿很重 如果可以 下次还是别和他搭戏了 他的腿很重 就是这一脚是真的是踹着 是自然反应 所以我说没有演戏 真的是被踹出去的 然而事与愿违 在拍摄《太极宗师》时 吴京不凑巧地又遇上了周比利 以至于吴京常常拍完戏后 都要捂着胳膊缓和许久 如果说都是男演员 扛揍倒也没什么 最让周比利愧疚的 则是曾一脚将女打星杨立精 差点踢出影视圈 1997年 在火头大将军的片场 一位女演员口吐鲜血 当场休克 而罪魁祸首周比利 一脸茫然 手足无措 开拍前 杨立精久闻周比利凶名 不敢硬碰硬 于是提出借位踢腿 结果开拍后 他一个连环踢腿 直接重重击中杨立精的胸口 导致其撞墙后当场休克 醒来后的他坚持着将戏拍完 可没想到 周比利这一脚的后遗症 竟如此严重 2000年 杨立精应挤住旧伤复发 险些瘫痪 无奈之下告别了演艺圈 周比利三番两次入戏太孙 没控制好力度 无奈又愧疚 他是真的害怕跟别人打 因为会伤到对方 自此 周比利的高手形象 在娱乐圈一传十 十传百 这时 周星驰闻风而来 周比利拍摄完最后一部戏 倾洒虎度门后 彻底退出演艺圈 在他20年的电影生涯里 几乎娱乐圈的大佬们 都为他打了个遍 但他似乎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沉默寡言的人 不适合做演员 做明星 他感恩那些 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 将他带入这个圈子的人 然而 他真正梦想的舞台 还是那个闪着金光的擂台 只有在那里 他才不用再收着拳脚 毕竟 他曾在那里辉煌过